本土病例在新增551例 东方国家面临疫情停工危机 而西方国家通膨居高不下 经济学家表示 美国3月CPI可能升破8% 让台股连5天都处在年限之下 护国神山台积电面临550元大抵保卫战吗 4月14号的法说是关键吗 台股没电怎么办 今天林玉凯分析师来告诉你 五档通膨越高涨越大的隐藏标股 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股市场店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股市的小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心中看着台股 真的是忐忑不安 因为费得鹰派的态度越来越明确 铁了心会在5月5号升息 让美股科技股是纵挫 乌二战争也是持续延烧 而中国疫情风控措施的背景之下 美在殖利率攀升 国际油价走高让台股连续5天都处在年限之下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节目呢 邀请到的是林玉凯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我们欢迎凯哥凯哥好 Coco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刚刚呢在开场的时候有发现吧 我们真的是忐忑不安耶 连续5天台股都在年限之下 是没有错 是我们今天呢会帮大家好好的来解答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东方有疫情 嗯没错疫情真的是越来越升温了 而西方有通膨呢很明显 不然怎么会铁了心一定要升息呢 而台阶电呢550大抵会是保卫战吗 法说会在这个礼拜四就要举行了会是关键吗 而今天呢林玉凯分析师会来告诉大家 台电不给力 哎台电其实这个词呢是一语双关 除了呢台湾没有电之外呢其实台股的电子股也是无力表态的 而五档通膨越高涨涨越大的隐藏标股今天来告诉你哦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走势呢今天是开低震荡走高 早盘的时候由台积电由黑翻红提振了电子族群的士气 但是尾盘下沙以小碟做收今天收在557元 大力光联发科利基同志还有创意等呢是展开反弹 而其实表现很好的农娘化工里面的东检今天是以小跌做收 而昨天呢检测概念股 亚诺法ABC KY 瑞基 泰博持续的在往上成长 而今天呢表现稍微比较好的上市呢 橡胶还有钢铁有零星的买盘进驻 中场是下跌57点收在16990点 成交量为2741亿而跌幅为0.3% 今天是失守万期的关卡 而贵买指数呢跌幅为0.78% 成交量为684亿 讲到这边呢就有一下问一下凯哥了 老师 刚刚有说到呢 美国是不是真的是铁了心要升息 也代表说呢通膨是持续的在升温当中 那像昨天的美股真的是其实算是下跌 不过今天台股蛮有趣的哦 今天是开低震荡走高耶 哎怎么不太一样我是怎么看 好的那我们看到上一个上市的这个部分 好其实在加权指数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那虽然是跌破昨天的低点 可是很巧妙的 他并没有去跌破前一波 也就是3月中旬的那个低点 对那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观察 今天是谁撑住了 是谁台积电吗 对今天是台积电撑住 那其实台积电呢 因为这个后天就法说会了 所以他在今天扮演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那如果说这个 Coco既然刚刚问到了嘛 我有准备了一张字卡 就是关于台积电的 然后后面跳 来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是台积电 大概一年的走势 对那我们可以发现哦 它的最低点是落在去年的5月份 也就是那个疫情二度爆发的时候 台股跌到15159的那个当下 台积电有来到518元 那随后快速谈升之后呢 我们有看到有几次都大概回测到 550元这个地方 可是一测到就弹上去 一测到就弹上去 那就变成说呢 其实我们用这个一年的走势 可以来观察到 其实550元大致就是台积电的 一个大型底部了 是 对那我们换个角度想嘛 去年的疫情这么严重 而且去年又没有任何的疫苗 那指数又砍到这么低 砍到15000点 台积电都可以在518块 迅速的做一个止跌 弹升的动作 那也确立了一个550元的底部位置 是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假设说今天台积电550元是守住的 代表台股也是守稳的吗 没有错 其实今天的台股 完完全全就是靠台积电去做一个 把台股撑住的动作 对那接下来后天的这个法说会 就至关重要了 他是关键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在第一季的营收已经公布完毕了 那其实这一次是优于市场预估的营收表现 那接下来呢 这个市场就开始留意了 那你对于接下来的猜测 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基本上台积电是业界 著名的老实数嘛 通常我估多少 大概就会是多少 只会比较好不会比较差 再加上说呢 连续几个季度 他就都有优于预期的表现 那如果说台积电在接下来 几个季度的猜测 都有优于市场预期的展望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 对于台股就是一个非常正面 可以期待的一个这个时间点了 对因为只要台积电释出一个 优于市场预期的展望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外资的资金就会来进行回笼 对那我们知道说 在自己的交易 其实外资真的卖台股卖很凶 都连卖台积电 连五天都在卖 对那如果说外资 开始一回头 开始来回补台积电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台股的指数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老师刚刚已经帮我们点出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台积电会举行法说会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说的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原本预期的 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呢 还有550元 这个算是保卫战的关卡 如果能够手稳 也相对于台股大盘也是会手稳的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法人的动向到底如何 今天外资呢 哇 现在是持续的站在卖方 卖超为100亿 而投信呢 则是连巴买之后转为卖超 今天是卖超0.54亿 总合计呢是来到了130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买了些什么 买了华航 中信金 华兴 华邦店跟友达 卖呢则是联电 台气银 阳明 宏基以及长荣 而投信呢买了中信金 长荣行 台气银 元金以及人保 卖的呢则是华邦店 技嘉 金豪科 顺德以及华航 老师啊 外资跟投信呢 到底他们的想法会不会一致啊 我觉得是非常明显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虽然我们只看前五名 可是有几档股票是 很明确的在做对座 在对座 比如说像华邦店也是嘛 那华航也是 那现阶段其实 我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 我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现阶段的台股其实是有 多方的资金在做轮番 护盘的动作 轮番护盘 对 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哦 三月的上旬 这个台股其实表现状况不是很好 那时候是观股行户介入很深 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有投信 可是呢到了大概三月过半之后 你会发现外资回来了 其实整个三月下半月 外资都是在做买超的 虽然有买有卖 可是总结下来是买了几百亿 而那个时候观股就退场了 那等到四月份 外资又开始卖超之后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投信回来了 连观股行户都回来了 所以其实大家是很巧妙的 这是你要说是一个巧合 我认为也不是巧合 这大家很有默契的就是我们轮流在做买进台股的动作 对那也无形的把台股撑在一个 还相对不会太危险的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支撑的感觉 没有错 是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以上留给大家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台电不给力 五档通膨越高涨越大的隐藏标股 待会回来告诉你 我们先休息一下 台股已经连续五天都处在于年限之下了 台股真的是喋喋不休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老师呢有帮大家抓出了 五档A比大盘还要强势的股票 要分享给大家哦 我们欢迎老师 老师好 好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好 老师你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台电不给力 五档通膨越高涨越大的隐藏标股 哇 看了就很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几档隐藏标股要来给大家 那台电不给力的意思就是说呢 台股现在的电子股真的是缺利 缺点 缺点又缺利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呢其中还有呢就是 台湾的电力也是不给力 所以这就算是一语双关啦 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要怎么来看呢 好的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下一张了 其实诚如Coco刚刚所说的 台股跌跌不休 可是难免会有一些股票 冥冥之中有一种这个 弱中透强的味道 哦 怎么看 对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做一个筛选 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在 操作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个相对的关系 来知道说现在市场上谁是主流 那所谓的相对关系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盘式 是 对其实我们上半段看过盘式了嘛 现在大盘其实 完完全全被压在年线之下 季线之下 月线之下 对 因为其实它是位在一个 相对低位阶的部分嘛 那绝大部分的股票 哦 那现在大概可能七八成以上的股票 都也是落在这个位置 想同样的走势 对 同样的类似的走势 跌破月线 跌破季线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找到说 站在月线之上 站在季线之上的股票 其实它就有一个强于大盘的意义 对 那为什么台股这么弱 它可以这么强 对 为什么 就是背后有人在撑腰 对 所以可以让它的股票 维持高档不坠 那甚至我们今天帮大家所筛选的 是同时它要落在季线跟月线之上的 同时站在两条这重要均线之上的股票 对 那所以说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层的筛选 表示说这些股票确实强于大盘 背后有可能有这个大户来做撑腰的 那这是第一点 那技术面我们先筛选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到基本面 因为毕竟呢 单就技术面来观察的话 是不够的 对 很容易失准 如果说我们再把基本面这个要素放下去的话呢 有两面就有面面俱到了 对 好 那基本面的部分呢 其实当然我们有讲到说 不见得说它的营收 或者说财报要有多漂亮 可是至少它未来一定要有一个还不错的 对 发展性跟展望 对 好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了 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五档的金悬股 有东哥游艇 大同系统店 还有大成钢跟冠军 没有错 好 这几档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太陌生了 是 如果是资深粉丝的话 你一定知道 是 好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了 好 第一档呢是东哥游艇 今天拉长庭欸 对 没有错 其实东哥游艇这档股票 我们真的叫做对它不离不弃 对 那东哥游艇这档股票很特别 也很独特 因为其实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档 游艇概念股 对 那其实游艇概念股 又很喜欢把它称之为这个 奢侈品概念股 对 因为它等于就是奢侈品的象征 对 你要去买什么爱马仕概念股 没有嘛 是没有 是 游艇这肯定就是 不是一般有钱能够拥有的 你是要超级有钱才能拥有的 超级有钱 对 因为它所卖的这个游艇 都是要一亿美金 一千万美金以上的 你说你是少要三亿才能买一艘 就是富豪啦 对 就是专对这种极少数人 千分之一的这种客户 好 那我们说其实东哥游艇呢 它历年来的走势 其实大概只有到去年的下半年 走势比较淋漓一点点 那今年的走势我们来看 虽然说它今天是用一个涨停板 来做收 可是呢 它的走势 其实也是慢慢的缓步在往上 而且甚至一度它有把季线跟月线 来做一个跌破的动作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它除了是奢侈品的概念股之外 它其实去年的EPS表现就非常不错 那看到今年的第一季 它其实第一季的营收年增率 是91个百分点 哎 蛮高的 对 将近要翻倍 对 将近要翻倍了 那如果说它去年赚了很多钱 今年的第一季又相较 去年第一季有这么高的一个成长的话 其实不难想象 它今年度的发展会非常好 对 那再加上说呢 其实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东哥游艇它在手的订单 至少有1亿美元以上 对 就是我至少接了10艘船 对 那现在据我们所知又更多了 又更多了 订单的部分又往上再做推升 这么多人想要订游艇啊 对 因为其实有钱真的太多 你只要景气好 然后你只要股市好 其实有钱永远都不缺这方面的消费 还是因为现在没办法搭船 他不如自己买游艇自己出海 哎 这也是有可能哦 或者说现在就是要远离人烟嘛 我就自己买个船自己出海 我都不会跟人家接触 不会有感染问题 也许是这个样子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东哥游艇 就是慢慢的沿着这两条线 缓缓的往上做一个推升的动作 那虽然今天没有突破前波高点 可是呢虽不中意不原意 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档股票 是未来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 是 有机会创前高吗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对 那只是说 其实有时候当他创新高 爆量的一个同时 通常未来的一两天 比较容易有这个所谓隔日冲的回答 这边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是大同 对 那大同大同 其实大家都只会知道说 他国货好电锅好嘛 是 老师我还知道他有马达 有马达 对 上次来电动车单元 老师有跟我们大家分享 对 电动马达就对了 那其实他现在还有跟政府 有做一些合作 其实他在发展车用马达 已经十多年了 这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对 那其实他现在的主力 是放在所谓的电动巴士 跟17吨的货卡 对 那其实在这两个算是比较 比较少人去接触的地方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我可能是发展一般的家用车嘛 对 那他走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路线 所以说他会比较往 政府那一块去做接触 那其实呢去年在 这个卢明光董事长的努力之下 他的那个EPS有来到1.57元 其实是转亏为盈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算是 转机有慢慢出来了 去年转机出现 今年又抓到对的市场题材 我觉得这样股票 也是可以来注意一下的 还有政府撑腰这样算吗 没有 勉勉强强 勉勉强强算一下 还可以啦 有发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档是系统电 对 那系统电 其实可可记不记得 前阵子很常停电 对 尤其是在我们公司 都会停电 对 我差点那个 停电你知道我们公司在12楼 走下去走上来 那真的是会挂掉的 对 那系统电的部分 他会有一个这个 除能的题材存在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他也是受惠于 其实最近车用的族群很强 那他的胎压侦测器 其实也是他目前 获利的主力产品之一 然后再加上说呢 他在第一季 以及三月份的营收 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说呢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今年度他的这个 获利表现会是相当不错的 那现阶段呢 其实这档股票在昨天 昨天其实台股是大跌的 可是他昨天他都还创新高 表示说这档股票呢 你说他背后没有人撑药吗 打死我都不相信 所以系统电也请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 也是强于大盘的一档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是大成钢 好的 那大成钢的部分呢 三月的营收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呢刚刚也符合我们的条件嘛 今天他反而是今天创新高 对今天其实台股表现没有到那么好 可是他昨天创新高 今天也创新高 对那大成钢的部分 他最主要的题材就是在美国的基础建设 对因为其实去年大家在炒作钢铁股 不要说炒作好了 去年大家在分享钢铁股这个题材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去讲到说 哎他有受惠 基建案啊 对基建什么的 可是其实以我们台湾的厂商来说 真正有直接受惠到的 只有大成钢跟大国钢 但是大国钢是大成钢的子公司 对所以换言之 其他人讲吃到基建那个都是假的 我不能讲假就是说其实真的 就只有一点点沾到边而已 对那大成钢是真真切切的 他是在美国当地有设厂 而且他是全美前四大不锈钢厂 哎很大呢 对所以他是真正有直接去做到受惠 所以说如果你是为了基础建设这个题材 而去选择股票的话 其实大成钢我认为才会是首选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档是 我们的冠军 老师冠军我只知道是磁砖吗 对对对就是冠军磁砖 对好那其实冠军磁砖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表现也很漂亮 虽然说创高之后有做了连续几天的回档 可是依然稳居在季线跟月线之上 好那先来讲一下他的这个财报 他去年的EPS2.29元 配息一块钱 一块钱其实不要小看这一块钱 因为他的股价才十多块而已 对那我们以今天的股价 12.3元来算的话 其实他的殖利率高达8.1个百分比 二月三月大家都说我要买这个什么 高值利率股票啊对那其实买他就对了 对那他现在呢又要减资一块钱嘛 所以说股东你会拿到两块 你会拿到两块 好那其实目前冠军磁砖 如大家所耳熟能详的 他就是在做磁砖 对那他现在的门市其实越开越多嘛 他现在今年度来讲的话 他的门市会再多增开60多家 怎么那么多人有需求是对于磁砖的吗 对对于磁砖 因为其实现在坦白讲啦 就过去这两年房地产的市场 真的是非常热 预售屋啊新建案一栋一栋的盖 所以说其实冠军磁砖 他的这个最近的营收跟出货量 也是大幅度的增加 再加上说其实原物料的上涨 他是很顺利的都把它转嫁出去 转嫁给消费者 因为其实像我来讲的话 我是去年有做装潢 自己家里有做装潢 那还好我是在去年签约 如果说我是在今年签约的话 其实那个你说人力也好 这个原物料成本也好 其实至少会翻五成以上 对就是说我假设我去年要花500万 我今年就要花750万 哇我已经下呆了 对对那冠军磁砖他就是OK啊 没有关系反正这终究会有需求 既然需求很强劲 我的这个供给我就不用担心的 去把我所涨价的部分转嫁出去 那既然有转嫁出去 你就不用担心说 好像他会把任何的利空条件 留给自己 所以冠军磁砖这档股票 我认为说也搭上这几年 整个房地产的热度 所以说未来也是值得关注 那老师我有点好奇的话 就是那一个怎么会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吗 OK那一天是因为有这个报大量 那个减资的消息发布之后 其实有受到市场上 蛮激励的追捧 可是目前看来 当然就是说可能短线客就已经 赚到价差就出场了 对 所以才一路慢慢的回到 慢慢的回到他原本的位置 大概12块左右 哇今天老师呢帮我们点出五档呢 比大盘还要强 而且呢在这个下跌 大盘下跌当中 弱中透强的个股 留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老师谢谢 谢谢Coco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网友提问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第一题 外资昨天买超齐宏 昨天碰到季线 今天反弹 代表季线有手吗 老师怎么看呢 好我们直接来看到 齐宏的走势 你觉得这个叫做友谈吗 哎哎哎哎好像只昙花一现 对这盘中一度友谈 可是最后他是收跌一块钱的 那其实齐宏的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这一档股票是从第一季以来 投信琢磨非常深的一档股票 那可是因为现阶段 他的投信已经可以很明确看到 慢慢有在出货的一个现象 因此这一档股票 虽然外资一度有买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理想的进场讯号 那现阶段你先观察吧 他能够把季线手稳再说 哇季线要手稳哦 所以今天反弹不算是有手 我觉得还不算是真反弹 好的有可能是假反弹 请大家来做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是 星星跌到前一波的低点附近 今天又反弹了 外资持续调节 要怎么来做观察呢 好的那星星的部分的话呢 他今天虽然说有小赏一块半 那也没有把3月16号的前波低点 210元给跌破 可是我觉得这边也有一点点的 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毕竟我们很单纯的 以一个技术面来看啦 的确他从261元向下之后 达了一个W底 可是往上弹之后呢 高有没有过高 没有过高 可是呢低 如果破低的话 他这个空投形态就成立了 那今天稍微守住 没有关系 所以稍微守住 到今天为止是安全的 可假设明天后天大后天 他把3月16号210元 这个地方给跌破了 空投形态就成立了 所以这边我会建议 如果说你手中有星星的朋友 你要密切关注他这几天的表现 如果说你是手中没有星星的朋友 我也劝劲大家 也不要在这个地方以身犯险 是 好老师已经帮大家点出了 关于这个星星 你手中是有股票 还是没有股票的操作策略咯 以上留给大家来做参考咯 那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也别忘记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半 会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记得大家一起来收看咯 记得在底下留言加1加1代表你看过咯 那喜欢老师的朋友也别忘了 萤幕上面有老师的来者跟Telegram 欢迎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加入 还有跟老师来互动还有交流咯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